美国国防部公布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 针对了台海局势 两岸军力发展等做出完整分析 报告当中提到中国加强对台湾施压 并试图阻挡第三方 像是美国或其他盟友帮助 报告也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目标 是希望在2027年能具备在印太地区和美军对抗的能力 并迫使台湾领导阶层依照北京想要的条件谈判 至于台湾部分 报告指出对于中台军力差距 台湾正努力开发不对称战力 像是建立战争储备力量 发展国防工业 提高联合行动和危机应对能力等等 只是报告当中提到中国军力时 还有一项数据令人担忧 报告提到了中国到2027年时 可能将拥有700枚核弹头 再过三年到2030年时 数量更可能达到1000枚 比起去年美国估计的 中国在2030年拥有400多枚核弹头 夺出了2.5倍 报告内还指出接下来10年内 中国的目标将摆在核能力扩张 以及现代化和多样化上 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在阿斯本安全论坛上含糊提到 美军有能力保护台湾 不过米利强调中国很明显在强化自身军事能力 让中国领导阶层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 处理台湾问题时可以有更多军事选项